我所说的是建立与神很亲密的关系 而建立圣灵的恩膏 前半部分就是建立与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如何与神似彼此相爱 时时很感激神、很欣赏神、很欢喜神 神是唯一能够凡事帮我们的 如果我们跟着祂是最好的 刚才师母说到你们有些都是找工 当你想找工的时候走神的路 神是会在你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有一个人我去宣教的时候他告诉我 之前问他祈祷 在吃饭的时候祈祷 五分钟之后他立即收到电话 就是请他上班 他觉得很奇妙 我特意去摄录了那个见证 神是很听我们的祈祷 当我们全心相信他 跟从他 神一定很祝福我们 我首先想说要怎样呢 就是如何学习去深深体会神的爱 这个东西是会帮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很深信神的爱的时候 就会能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你觉得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经常都这样想 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想到什么 看到什么 我也觉得神很好 我想 这里是一个Graph 来的 就是由最高至最低 最高右手边 这个是一二三四五 五条巴来的 但是五条巴 为什么有点阔有点窄点呢 最阔的那条就是最多人的 因为通常最低层次的人是最多的 而最高的是最少的 最高的是什么呢 就是充满感激 充满爱慕神和卫生的人 就是全心全意 哇 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就是有好爱慕他 又很愿意卫生的 然后下一层就是有感激有卫生 有 不过就不是充满 就是有的 这个都已经是属于少了 再少一点就是 少一点反应 少一点卫生 就是这么多的 就是 是的 都是挺好的 就是少一点反应 而下面你会发现 蓝色又不同了 红色 就是代表是负面的 没有感激 没有反应 没有卫生 就是对于神的东西 只是想拿东西 完全对神的东西 是没有一种感激的心 而去到最低的层次 也是可能最多人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埋怨 没有力量 又痛苦 又疏怨神 有很多基督徒说 哎呀好惨啊 好软弱啊 就是我很多人找我的时候 请我帮他 都是在最低的层次 为多的 就是这类的人 通常很困难 我们不是看少他 我们很想去提升他 就是不是说 你是那种你不能救 而是说 神很想我们 不要只注目在我们自己身上 好了 我们怎样去体会神的爱呢 我会用不同的角度 人的爱和神的爱比较 就是人的爱 很多人觉得 哇 很现实 很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捉摸得到的 神的爱摸不到 就是很多人会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 人的爱是很有限度的 是有时间 力量 和是会改变的 和是有条件性的 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人的爱会停止 比如我自己 也有很多人问我 就说 有些最惨的女性 就是怎样呢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入了这种的圈套 什么 坏了人 但是男生不负责任 或者不上一齐了 可能大家都不上一齐 又可能女生想 但是男生不想 为什么女生坏了人都不上一齐呢 因为他觉得他太麻烦 就是困难都不得了 但是为什么组织有性的关系呢 就是觉得他很爱她 而很多女性 就觉得有个男人 会哄她 会追她 会用时间陪她 放工又会接她 当然很爱她 其实这个可以是一个手段 因为男性追求女性 很多时候是一个project 是要追求成功的东西 而女性呢 放内的关系 感情呢 是整个心放内的 就是比较多些是这样的 一喜欢的人 就好像心就去了她那里 她就以为她真的很爱她 原来她只是想追求得到她的 而后来呢 当一起的时候呢 有些性关系的男人 就开始觉得很平凡 接着呢 又看到另一个女性 因为女性一熟了 就开始有责任感了 就开始说 为什么你穿的衣服 为什么你这么乱呢 为什么你常常迟到 为什么你没有做的 为什么你没有做的 那么她就开始烦了 开始烦了 她就觉得 为什么女性 每个人都变得像妈妈那样呢 很多女性一结婚 就会变得像妈妈那样 如果你不跟她沟通 不回应她的感觉 她就会沉沉沉沉的了 女性的时候 没有什么责任 她玩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 所以一结婚 或者拍拖来 她就开始有责任感 所以 开始男性就没有兴趣了 没有兴趣 就是爱呢 是在乎女性 够不够好玩 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就是她原来追求是很好玩 就是她的爱是可以停止的 但是神的爱是永不停止的 就是无论你怎么样软弱 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叫软弱 我们有软弱 我们投注射面 但是当你仍然软弱的时候 神的爱不停止的 当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可爱的时候 神的爱也不停止的 她说 尔赛书五十十字一起读 有经文一起读 大山可以落开 小山可以千年 但我的时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药也不千年 这是连出你的药话说的 大山可以落开 但是其实很难很难 我试过以前 我试过弄了一个 playground 一堆沙 刹了整个下午 只刹了一点点 发觉原来是很难的 我们看上来好像一堆沙 很容易铲 其实是很难的 一堆沙和一座山 是完全没有得比的 一个大的山是没有得比的 但是就算一座大山拿走 神的爱也不会走 他的爱是真的好得不得了 当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 你发觉一旦有冲突 可能那个人就会和你有矛盾 又会不喜欢的了 有没有试过 你一说错的话 以后的态度又不同了 但是神是永远不改变 我们要去想 神的爱 我这么多自然听话 他也是这么爱我 真是好得不得了 要入我们的心 然后我们才会有好的反应 有很多人就没有这种东西 即是说 虽然自己不听话 神依然爱 但是没有入了心 即是觉得 是这样的了 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即是没有这种反应 希望大家真的会想 神的爱是永远不停止的 还有人的爱 是有条件的 你再那么矮 妈妈不疼你了 就是这些条件性了 你做个乖的小朋友 爸爸就疼你了 那小孩子就说 今天拆完不懂做 爸爸妈妈一定不再疼我 不爱我了 就是说要有条件性 你做得够好 那丈夫妻子又周常都是这样 那妻子一路啰嗦 丈夫就没有兴趣了 丈夫不听话 太太又没有兴趣了 这个就是很有条件性的 但是 神的爱是很不同的 就算人不听话 他依然继续 其实我们不听神的话 有多少次呢 我们想回我们一生人 不听神的话有多少次呢 很多次 真的每天都会疼我 每天都可能会有些 不听神的话的地方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 而是一听到神话 感动你祈祷 你就祈祷 一感动你去做什么 你立刻做什么 例如晚太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说到耶稣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种忧伤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些老人 我多次愿意招聚你的儿女 所以说没有鸡把小鸡 聚集在翅膀底下指示你 其实他们不单止愿意 还有些什么后果 还有什么说到他做什么 打人 打死人 杀先知 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他们那里的人 哇 这么严重 但是耶稣怎样 耶稣在那里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呼召他回来 如果人来说 就会说 为何那些人会这样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 我们看到神多次警戒 多次懲罚 多次用慈爱对他们 但他们始终没有反应 其实不只是旧约 很多人以为 旧约就是这样的 新约好很多的 但其实我们今天看新约 教会也有很多是很软弱 对神的心是没什么的 人的爱是怎样呢 条件的 我看到你 你家屋就很爱你了 我看到你的身体就很爱你了 即是 是有条件我看到什么 我还记得有首歌很续的 就是讲到 为什么我注意你 因为你是漂亮 当然是有形容很多 这首歌可能是 郑坤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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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形容什么呢 要小 全部都要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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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为什么我喜欢你呢 因为你漂亮 因为你要小 第二天 年纪大的时候不漂亮 病的时候不漂亮 病的时候不漂亮 爱就很有限度 但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罗马书5章8节》 因为你听到耶稣的时候 你会回应 当我们听到耶稣之后 当我们听到耶稣之后 依然听话 神都依然爱我们 我每一次想回 神 我多次不听你说 但依然爱我 真的觉得 很多不得了 在我心里 觉得是很多不得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为什么 很多人没有很强力的感觉 有几个原因 我找得出的 第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有困难 觉得神不爱他 人生很困难 虽然觉得 神都不是爱我的 但困难就是人类犯罪的后果 不是因为神爱我们 而是人人都有困难 第二 为什么看不到神 就觉得神不争 或者觉得神的帮助不争 虽然经历到帮助 就会很快忘记 因为需要看到 第三个原因 就是人基本上是自我中心 经常都看自己 我要什么 我得不到什么 我就不欢喜了 另外 就是人会习惯了负面 经常都说 哎呀好难啊 哎呀好麻烦啊 哎呀好不开心啊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习惯了麻木 就是感觉麻木了 不懂得开心 见到有优秀的时候 又会压抑 压抑得多 人就麻木了 因为这些原因 人是很少 当有一个人做一些好事的时候 很感激的 就是充满着感激 而神做一些事的时候 真的充满感激 那我希望大家 想到人做的 你就充满感激 其实人做在你身上 不是必然 你父母做在你身上 其实做在我们身上 最多的是我们的父母 他做在我们身上 不是必然 我们的心就充满感激 而神这么好呢 就充满感激 我就是常常想神的事 所以我常常都很 因为神而很欢喜 也都很容易感动 人的爱有限制 为什麽 他想爱就是爱不到 譬如这个妈妈抱着个儿子 但他要求他 为什麽 因为他没有能力 所以他的爱 他想爱都爱不到 他没有能力 譬如带这个小朋友去上学 他有没有能力 他没有这个能力 有限制 但是神的爱是没有限制 是凡事都能的 人里米书32章17节 主要说 你曾用大力 我身上了一些宝贝 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什麽都没有难成的 我这次刚刚去非洲宣教 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这个经历都是有我的过错在先的 就是我转飞机的时候 我没有留意时间 我下次的醒觉就是 即刻转时间 去到那里即刻转时间 即是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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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不是睡觉 我半盒状态 怎麽知道飞机走了 然后我后来之后 我走过去跟他说 他说你只能够去 即是转的时间 rebook你的ticket 即是再一次你订你的ticket 而去到那里 他说我没得改 你因为你是透过一个agent 那个公司的 旅游公司 所以你要打电话回去 那就感谢神 那里有wifi 所以我可以打电话回去 那他又在那里 有时不在那里 他又跟我做 但是他说很麻烦 很困难 而且因为要时间 而且一定要保线 然后他说 你不如试下跟他说 行不行 我说已经说了两次 他都说不行 那我就再来跟他说 我说你再去看看 那他再去看看 其实在过程 我一路都有祈祷 神 即是成就这件事 接着他去看看 他说他很惊讶 哇 这样也可以 他说他飞机回头 哇 哇 哇 那他说 他的飞机呢 是没有起飞动 即是他走出去 有些问题 发现有问题 他就转回回头 他坐下 他坐下 把我放回上 我的飞机 可以做些这么神奇的样子 对我想都想不到的 即是直接觉得是 没有 即是那种的感觉 那种震惊 在我脑里面 都有很长时间 有一种震惊 撕下那班飞机 但是呢 又很 很惊讶 有很多人就不是 不是这样 就是 哦 那一关 那就算了 但我会说 神就是这么好 就是他会做一件 那么奇妙的事 成就他的计划 他有大的能力 希望大家 就是说 神是充满能力的 只是什么人他得到呢 为什么有些人 那么经历那么多 就是你先求他的国 和他义 一切就会交给你 当你挂心自己的事 你的一生就很多困难 很多痛苦 其实我们经常都见到 一些人 他没有管理好他的生命 他没有经常感激神 我真的看到他的生命 很多困难 我见到有些人的生命是怎么样 没有朋友 没有工作 有些人相交有问题 说话 总是啰嗦嗦的说他的话 不断说 哎呀 哪个人对我不好 很麻烦 不开心 就是他整个生命 是没有管理好的 我最近还见到一个 在网上 就是他就是基督徒 但是他说 现在他要睡街 我真的 那要睡街 那为什么不去找工作 为什么不先去找工作 原来有时基督徒都会 他不管理好生命 其实你就算做洗碗 都不用睡街 就是洗碗 香港都会请人洗碗 就是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 会不做好他的 处理好他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 处理好生命 他不单是得到这些供应 是整个生命提升 事实话 神凡事都能 神可以提升我生命的 其实我都问这个人 到底他是怎么解呢 理解他的原因 就是 我是愿意帮他 但是我要知道 他自己有没有尽责任 如果他都不肯尽责任的时候 是没有人能够长夜帮他 他自己 他自己一定要负自己的责任 人的爱是怎么样 希望有回报 就是这个爸爸来的 两个儿子就扭扭扭扭 看扭到多少东西出来 希望 就是很多人跟爸爸说 那些钱给我们有遗产税 不如你先给定 给定 那你就不用有遗产税 但是给定 他给他爸爸就难了 他给了他们之后 他就给 就是很困难 有些父母就埋怨 就说 这个儿子只想我身上得到的东西 得到之后 他就忘记了我 但是神的爱不是有条件 和他不是因为缺乏什么 就是他不是欠这些东西 所以他爱我们 在诗篇五十篇第九节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 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 十二节 我若是坚王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都是我的 就是我 我不会在你家中取公牛 公羊 来供应我自己 如果我要全世界 所有东西都是我 我不是我的头 神是没有需要 其实神感动我们 祝福人 是否为了祂需要 祂有缺乏呢 不是的 祂只是想帮多些人 祂是想帮多些人 祂是想帮多些人 因为神不能用天上 因为人有罪 所以祂不能从天上下来 就感动人的信主 祂要使用人 使用人的时候 但是人就是不听话 所以就是缺着这个瓶颈位 神的一些很大 像那个瓶那里很多 但是那个瓶颈很炸 就是人的那个 如果我们肯回应神 这个世界是很不同 很不同的 就是因为人很多时候 爱就是因为缺乏 人的爱不能全面性提升人的 好像这个 这个 这个 应该是祖父母级的 帮个小孩 最多是扒刀上 脚高一点点 对不对 这是代表性的 就是你能够提升 最多那么多 他不能够提升你 成为大学生 他不能够提升你 成为一个大有前度的人 他可以帮你到差不多 可能帮你数学英文 在小学的时候帮到你 但是当你高小的时候 他都提升不到 怎样找一个好的配额 他不懂得帮你找 但是呢 神可以帮你找 一切都可以帮你找 所以你说 我跟从神 我整个生命都会被提升 一起说 我跟从神 我整个生命都会被提升 而且是高度的提升 高度的提升 阿里雷 神的爱全面提升人 诗篇9月1篇14节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达到他 因为他知道我一命 我要把他安慈做公主 我们法国圣经里面说到 神对人的祝福 很多时候都是说到 当人去跟从他 这个不是 他用这种东西 买神的爱 神是永远都爱我们 但是当人不爱他的时候 神的爱来不到他的身上 受难了 当我们爱他 亲近他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由一个樽颈 变为一个大的通道 神的恩怜就可以谈到 当人专心爱他的心 就开放了 这样的时候 神要答够他 因为他知道我明 我要将他安慈在高处 就将你一路一路提升 神是可以将你一步步提升的 每个人的职位不同 你所做的不同 那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 那些人都是说 你所教的 讲到神的爱 活在神的爱中 为何和神有亲密关系 为何带着神的能力祝福人 如何去处理生命 如何去宣讲神的信息 他听到他都说 好像没有听过 好像没有听过 为何可以和神 这么亲密的爱 其实是圣基神是讲的 但是很多人得不到 他就说 你只是要来 你只是要去 而且他就介绍 一去的地方 他就介绍几答给我去的 所以路路不绝 就是一路不断的 有不同的地方 我可以去祝福的 那这个就是神为我开路 那神会为你开路的 你听神的话 神一定会为你开路 将你高度的提升 所以我们说 我想问大家 你觉得回教会之后 你讲话不同了 你和人交往 讲话是否不同了 其实你见功更加容易 因为你讲话 是会流畅很多 比较很多 不是回教会的人 是很不同的 就是你在耶稣里面 还有信心 情绪的处理 是否会好很多 是 当你好很多的时候 那天请你都觉得 哇 那些情绪真的很好 这个人不会 就是有些人 请了员工又怎样 经常埋怨 不喜欢又会不上班 或者做事又不合作 就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是信耶稣的人 是会真心帮他 当你看到神 他说 哇 请这个员工真是好 比请其他人 因为神将我们提升了 那你就说 多谢神 将我们提升到今天的地位 将我生命改变 将我生命改变 我们就多谢神 多谢神 这个心 啊 神你真是好 真的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你想回 今天我有这个光景 能够做到这些事 真是多谢神 多谢到不得了 阿们 人的爱是怎样呢 缺乏耐性 旧钟啦 你快点啦 你讲这么久了 还没耐性 没有耐性 但是神有无限量的耐性 这一图 代表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不听耶稣 就是耶稣跟他说话 那你说 有没有搞错 哪有人会这样的 耶稣劝你 你都不听 但我都是这样 耶稣劝我们的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人是不听话 很多时候人是 没有什么回应的 那我们就说 神啊 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神依然是有耐性的 真的 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的 为何神是这么有耐性的呢 你这一图不听话 他立刻就会感动你的了 他是不会停止的 这一图不听话 他还一直感动你 一直感动你 一直恒久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听了 你的心里 神啊 你真是好 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呢 有 神啊 你真是好到不得了 但依靠人 是不是会失望 或者依靠自己 是会失望的 但是亲近神 依靠神是最稳妥的 神一定为你开路的 你的前路一定是美好的 但是依靠人的人 他有一日 他会很大失望 他可以依靠自己 他有一日 是极大的失望 就是当他的心 只是想着放在他的丈夫 太太 周围的人 我们应该建立婚姻 我们用神的方式建立婚姻 但是有很多人 他就是在他的心 想着 要靠人 永远他来到教会 或者去到接近人的时候 都是想找人的帮助 这个是 我不是说他错 但是他有神的帮助 有人的帮助 他就继续去依靠神 但是有很多人 他不喜欢找神的 他只是喜欢找人的 那时候他的生命 始终一直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所认为 信仰分裂症 就是说 信耶稣给天堂 但是世界一切都给 都是在世界中取的 于是对神的心 是不强烈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真的感激神 爱神 有反应的人 是很少的 你的心里面 会不会说 神真的好都不得理 多谢耶稣你这么爱 多谢耶稣你多次帮助我 多谢耶稣你多次帮助我 多谢耶稣所创造一切 我希望你都是好像我那样 或者更强烈的回应 我真的整天 我就会有空在这想 我现在又要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首先我们比较要神和人 人的爱和神的爱 我们也要学习 完全不会觉得脚有臭味 就算耶稣走路远路都会骚髒 都会有眉 耶稣都会出汗 但是这个女人抱着脚 就会很欢喜,并一爱她 就是她很感激耶稣的爱 如果人有一个很好的男女朋友 就很兴奋 但是有神是不是应该更兴奋呢 因为男女朋友能够帮到你的是什么呢 能够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是某程度而已 有个男朋友有女朋友不代表你立刻可以升职 有男朋友女朋友不代表你每样都幸福 每样都快乐 其实很多人在恋爱都会说 哎呀,今天又不知道她的心怜 今天又不知道她 就是整天都会怕着她和自己疏远 怕着她对自己不好 所以很多在恋爱中的人 都是情绪又起又伏的 她对她好就开心得不了 一好像疏远了 一两天又没有找她 又说,你做什么,为什么忘了我呢 就会不开心 就是起起落落的情况 但是神是不是这样的 神是不会跟你玩这种什么呢 就是好像很难得到你这样的 好像有时候躲避开你 但是神永远都不会的 你永远找他,他都在的 但有些人说不是,你都看不到神 你学到用心灵感激神来 有很多人亲爱的神 就是求神给我的份工 那未必有,那便觉得神不在 因为他只是祈求 但如果跟神关系 经常都说,你能感受耶稣 多谢耶稣的爱 在心里面充满感激 他就时时会经历到神 他就会知道神很近 我时时随时随地经历神 所以我常常都说,神啊 你真是好,你真是充满喜乐的 如果有人救你的命 你看这个救出来的女人 可能是 下跌那个女人 那你就 看她的样子可能已经昏迷 可能是死了 或者停止了心跳 或者可以立即急救,可以救回 如果这个人真的差不多死了 然后急救救回 他会不会对那几个人 会被一种感激呢 就是说,我应该死了 但我现在可以生回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一个人临死的时候 他会忽然想 我家里什么都没了 我所有什么都没了 他会有这种感觉 但当他回到家 你仍然可以和家里一起 仍然可以吃饭 仍然可以睡觉 我今天仍然可以做人 应该是很感激那几个人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很感激神 就是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本来什么都没 其实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什么都没 都是神创造的 你这首诗歌我很喜欢 这世界非我家 我天流雨下距 我借在暴在天 我别流离无忆 这里没有那些歌词 那又哭了 主啊理智 我无两友仗里 填堂又非我家 我别流离无忆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有24首 知道吗 你真的听过 各支我才懂 但现在青少年都不太懂 青年圣歌里面 《这世界非我家》 这首歌是一首 就是一首黑人所写的歌 因为他在做奴隶的时候 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在那时候他就觉得有耶稣 他就觉得非常好 其实人生的困难有很多种反应 其实我小时候就因为困难 家庭的困难 我就看得到 人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跟着我就认识耶稣 知道耶稣之后 我就说有耶稣真的好 我就很感激神 我就充满 我一信耶稣 我就天天起床 真的有神 有几年是这样的 然后我经历圣灵之后 真的可以经历圣灵 然后我就每次起床 立刻多谢耶稣 立刻是这样的感激 因为我觉得有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以前我只是以为 人生到几十岁死了就是这么多 但当我知道有神之后 我就说 我永远和神在一起 现在神这么好 我心是非常感激 我是不断去尋找 是不是真的这个神是真的 我去研究 我去肯定 我去研究之后 发现有肯定的证据 并且是神可以经历的 并且是神可以经历的 并且可以帮到人的 我心就很欢喜了 我自己得帮助 又可以帮助到人 我就觉得整个生命不同了 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呢 请大家专注 我去研究 在书上 我去研究 我们去研究 神啊 我本来什么都没有 但神你将一切给我 而且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深信 我们无可夸 其實人是 講財幹 人可以有的 不過財幹哪裏來呢 是神創造我們的神 所以給我們有聰明智慧去想 這件事是神給每一個人的特色 我們能夠做的有些人說 我做到 但其實這種能力都是從神而來的 還有是神給機會人的 臨前四章七節一起錄下 使你以人不凡的是誰呢 你有什麽不是領袖的呢 若是領袖的 為何此不凡不是領袖的呢 即我們什麽都是從神領袖的 如果當我們一失去那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原來失去那件事就會這麼困難 如果你試過扭起腳 走路辛苦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哇 一隻腳扭起已經這麼困難 當你身體有任何毛病 不能夠正常上班的時候 你的身體有一點點不正常 已經這麼嚴重 我們全身有很多東西 即數出人的病 真是千萬樣了 每一個器官都可以有不同可能性發生的事 我們沒有東西可誇 我們人只要發燒一點點就已經整個人不妥了 那個人缺水又不妥了 那個人冷傷又不妥了 每一個器官都不妥了 每一個器官都不妥了 我們有什麽可誇呢 神給我們我們就是神 你保守我們真是好 我感激的神 我真的很久沒有感冒 以前是感冒和喉痛 即是說不到話是事上發生的事 但我現在是很久都沒有發生 我真的很感謝神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我們應該怎樣呢 聖國來書13、15字就是 以眾讚為祭神 感謝神 因為我們什麽都不值得有的 而神每日給我們很多禮物 見到那些食物 那麽靚的花草樹木 還有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能力 即每一個人那種創作力其實很強 是很奇妙 你用的時候就很強 你不用那人就會呆了 嗯 年輕人都可以有老人痴呆症 是的 不懂得專注 不懂得專注祈禱 因為思想已經呆滯了 不懂得思想 但是當你有神的時候 你的思想依然可以很快 好像我這樣 我去到很多地方 譬如有時面對不同的困難情況 有些牧師都問我 那你這樣的情況怎樣處理 神會立即給我聰明智慧 即是我們可以得到神的聰明智慧 是處理任何的困難的 那所以 多謝耶穌 心裡會不會感激 多謝耶穌 你把這麽多好東西給我 好聰明 如果有人會叫你成為一個 一個尊貴的人 你會不會珍惜 一個很尊貴的身份 而我們真的可以提升 成為尊貴的人 但有時你說 我又不是世界小姐 又不是香港小姐 又不是什麽什麽 又不是考慮最聰明的那個 但尊貴不是一定說到這些 尊貴就是你能夠祝福人 你能夠影響周圍的人 即是我們都可以比世界小姐更加尊貴 我們可以祝福很多人 那你感謝神 還有有人如果令你日開心 你會很珍惜 但是神是令你日開心的 你日日隨時隨地 一感謝耶穌可以喜樂 所以你有喜樂的時候 你珍惜 珍惜耶穌 當你時時地珍惜 你的心自然 你就很容易 和神有物質關係 還有有人給你很多才 會珍惜 譬如有人教你彈琴 教你一路提升 你應該很感激 或者學到某樣的才能 你會很感激 神是給我們各樣的能力 各樣的才能 在我自己彈琴的過程 我由起初去彈很基本的 起初的時候 我一開始吹口琴 所以我懂得那些 Doremi fa so 我聽了首歌 我馬上唱歌音出來 Doremi so so Nasso mirito 一聽音我馬上唱出來 這個是吹口琴 而吹口琴是誰帶給我 是我爸爸 我看到他吹口琴 我們叫他教我吹口琴 然後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參加我們的口琴隊 參加比賽 我就習慣了 到後來 當我在做團契的時候 有人說 有個琴 你彈一個劍就可以彈一個和弦出來 我就去試一下 我右手就彈一個音 左手就彈一個和弦 那時候我不會彈 我只是跟著他 就是手指去哪裏 左手就去哪裏 彈到出來 然後當我回香港 我立刻找人教我彈琴 其實教的時間 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然後接著我接觸過某些人 我就跟著他學 我學了一兩堂 我接觸了他 接觸了他之後 然後我又回去練習 然後有一次 我問了預備一個做法 我就試試 有大半天在彈琴 在彈琴的時候 可以這樣放一點 可以這樣放一點 即刻那個彈琴就進步 這就是聖靈的感動 即是神可以賜給你各樣的能力 可以有很大的進步 我現在和一年前彈琴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大家都可以的 你做什麼都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那你會不會珍惜呢 你有的能力 神給我的 多謝耶穌 但人的能力可以沒有了 那個什麼坤 即是發明光纖那個 高坤 高坤他發明光纖 真是對科學很大的幫助 但他現在老人簽罪了 他都不記得了 即是說 人的財務多厲害都好 有一天都可以失去 但是神可以賜給我們各樣的能力 亦都賜給我們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思想 如果有人給你這間大屋 和需要一切 你會很開心 但是 神在天堂永遠給你 和今世他都會供應你的 今世你不會做乞丐的 你聽神的話 你不會做乞丐 神會一切為你開路的 所以你的心 神有你 我就什麼都不用擔心 我的生命可以提升 真的天天都要感激神 阿里律 和神將你所有的保值和升值 你發覺 全部的東西都是會過去的 馬太六章二十節 只要積穿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牙不能受壞 也沒有有賊掛掘洞來偷 即是當我們奉獻的時候 存在天上 和為神所做的 那些用的功夫 全部存留在天上 但地上呢 是 什麼都會過去的 其實我在香港做工時間很短 我講積金有多少錢呢 三千元 很搞笑 但是 這個幾年之前的事 我看一看 因為我現在六十五歲 可以拿回 如果有多少利息 三千元有多少利息 幾年 我都會吃 試了 一毫六十 一毫六十 你會吃 一毫六十 你會吃 你會吃 是虧了 因為你幾年之前的三千元 現在是完全同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我們需要向香港政府回應一下 因為這個強積金銀行放在這裏 利息是極低極低 如果你放定期存款是高很多 但是所有強積金都是放很多年 其實是定期一樣的 但是利息是低到不得了 所以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很多人的強積金只是在銀行那裏 存在最低的利息方式 如果它很簡單就是定期一 你全部定期 你一有強積金就定期一 那個數目已經是大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應該是 向政府反應 怎樣可以這件事呢 是一個公平的對待 但是我現在所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錢是會貶值的 你自動會貶值 每年會低幾個percent 哇 十年不是幾十個percent 十年幾十個percent 那你幾十個percent 你覺得十年二十年 剩下的價值很少 少於一半 那個時候呢 其實什麼都會飛走 但是當你在神的裏面 神是為你存留 當你做在主的身上 神為你存留 這個是不是極好極好啊 還有因為有人不斷服侍 你們會不會很感激他呢 會 而天父就是天天服侍我們 天天在感動我們 天天帶領我們 天天在我們心裏面做工 天天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永遠不離開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祈禱有喜樂 一有平安 感謝神 神是這麼好的 大家會不會這樣 感謝耶穌 如果有人提升我們心裏的高度 譬如這個李玲 中國的選手 十四個世界冠軍 那時候 你 哇 很多人羨慕 但是聖經說什麼呢 給神書五章四節 你們必得那永不須殘的榮如冠冕 我們的冠冕 比教李玲是好很多的 李玲那些獎牌 只是擺在那裡 不能夠對祂本身的生命有實質的提升 當然祂可以提升 祂可以容易找工作 祂會普遍找工作 但是呢 對祂的生命的本質 不能夠高度的提升 但是神呢 是將我們生命高度的提升 不只是來生 而是今生也是 而且神是很容易接近的 這個世界上的人 是不是有些人 你想接近他 有很多因素 有些人不喜歡你 你想跟他做朋友 他對你沒有興趣 有人說到 在人和人握手的三秒鐘 人已經決定他會不會跟你做好朋友 他一看一看 你的樣子都覺得 都不是他那個class的 他已經沒有什麼興趣 這是一個他們的研究結果 就是說當人一見到一個人的時候 已經很快覺得這個類別 都不是我的類別 但是神是最勇而親近的 神是永遠 有很多人說 哎呀 我又犯了罪了 那我說你會不會悔 他會不會立即說耶穌 耶穌立即摘下你 有些人說 我很久沒有祈禱 那你就立即祈禱 其實神是即時幫我們的 這個很特別的 神是不會說 我現在不管你 我不幫你 神永遠都沒有用的 神是即時的 如果你有人試過追女生 或者想得到一個男生的時候 你又會試過 廣東話 吃明風 即被拒絕 你想追那個男生 但他對你沒有興趣 但是你想追神 因為神追你 神去找我們 神經常去找我們 而他是比任何一個人更加好的 更加滿所有的條件 但是任的條件總是有限 為什麼我們會對神的感激 不是那麼大呢 所以神這麼容易親近 我真的要親近他了 詩篇一百四十五篇第十八節 《凡靠公耶和華的就是誠心和誠心和誠心》 耶和華便與貪人相近 他一定親近你的 現在他經常來找你的 這個小朋友 這個圖畫 那你說 是否耶穌每個人都走去 他睡覺每個人都看著呢 聖經說 他因為前後環繞我們 安心我們身上 他就是整天都看著我們的 哈利多日 所以我們就學習了 整天 投入 全心投入 釋放的 沒有煩惱重疊 不要緊的 所有麻煩都不要緊 因為神會幫我們的 以及享受心態 一邊祈禱 怎麼可以祈禱長的時間呢 一邊享受 真是平安 真是舒服 哈利多日 真是很平安 很輕鬆 那你就享受 全心這樣感激神和愛神 即時事這個狀態呢 就會幫助你 和神有一個高度的關係 其實就是內致 對神的高度的感激 你不要想著 哎呀 我不夠 哎呀 我的心力不夠 我的投入不夠 我不夠力量去清白神 你不用這麼想 你就想什麼呢 神是很喜歡我 經常幫我的 我一回應祂 你的心一感激 祂就很歡喜了 大家一起跟我說 我們一感激神 神就很歡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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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聽過一個人 這樣的情況 有個丈夫送一束花給他太太 他太太就說 嘩 搞錯了 這束花這麼欲酸啊 你買了多少錢啊 立刻這樣批評 那個丈夫可能以後都不敢送花給他 但對神是這樣的 你送一束花呢 可能真的殘決不全 神就說你有心 好欲酬你 你做什麼事在神的身上 你只要你想 願意做到你身上 神就歡喜了 然後就說一句入心的 神啊 我只要向你做任何的事 神啊 我只要向你做任何的事 神啊 我只要向你做任何的事 是出於感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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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於愛你的 你一定很歡喜的 你一定很歡喜的 你一定大大的賞賜 你大大的賞賜 你大大的賞賜 是否最容易啊 是的 如果大家有試過戀愛或者結婚的 你會發覺 你討好丈夫和太太有事不容易 是不是 你想討好 有時她未必即時接受你的接流 有些好的 我太太當然是好接流 但有些不是的 有些你對她好 她又在彈你 又說你以前不是這樣 現在做什麼 轉了性 你想要什麼 就是很多這樣的說話 但是神是永遠都是最正面的 我們經常可以怎樣一起讀 就是相信 神在看著我 陪著我 神在愛著我 看重我 我每天親近神 他必定起源 我親近遵從神 神必提醒你 上面那兩個 就是恩典的禱告 就是神看著我 陪著我 祝福我 和我一起 這個是恩典的禱告 下面那個 就是我回應神 我親近神 神一定會歡喜的 我親近 和遵從神 神一定提醒我的 那這些是會加添我們的信心 就是神在看著我 我親近神 他一定是祝福我的 這個信心 很多人在祈禱沒有信心 哎呀 神很遠 很難親近神 有很多人會這麼難 但其實是不難的 神是不難親近的 一起說 神是不難親近的 神是很容易親近的 神是很容易親近的 神是首先找我們的 神是首先我們 阿里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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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就停在這裡 我希望大家在這一集 你就說神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耶穌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耶穌啊 有你真是好 因為你經常看著我 經常愛著我 經常陪伴我 你將我生命提升 你將我所有的提升 你賜給我各樣的封城的印念 我們不聽你說 你依然尋找我們 你創造的這麼好 這麼好吃的東西 你創造一切都這麼好 神 我們不配的 我們是不配有這麼多好東西 我們全心感激你 阿里路亞 你寫在心裡 神啊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神啊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在心裡對神說 神啊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真是好多謝你 我真是好感激你 阿里路亞 耶穌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在心裡感激神 耶穌有你真 耶穌有你真 有你真 阿里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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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耶穌 我心愛你 我們有求主耶穌赦免我們 赦免我們 那時候沒有感激神 那時候疏遠神 心裡沒有跟神有見到心的關係 神赦免我們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污衛神 我們很多時候理會你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回應 你求主耶穌 你恩代禮物我們 求你感動我們的心 在這一陣子 神啊你真是好 我們可以跟神說 神啊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耶穌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全世界沒有人像你 有誰能 是誰能 向你 耶穌只有你能 感動我的心 永遠再能 尋找得到耶穌 有誰能 想你 神啊你真是好呀 有誰能有誰呢 有哪个世界上有哪个智利 主耶稣会靠你帮助我们 在这一刻我想你有些对神的回应 如果你在心里有些回应 同神去说的 一个一个开声大声去说 对神有些回应有些感激 大家想不想到有一些 或者当你一边听我说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些反应 还是麻木呢?没有什么感觉呢? 如果有人为你找了一份工 你会不会麻木呢? 因为我们看到那份工 当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多好的东西 预备我们的心里的质素 你会不会很感激神向神 你应当我念我 我赐给我的感激的心 你的感激的心你现在开声 去向神讲我们主耶稣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大声他说出来 有谁愿意的大声说出来 多谢耶稣 赞美耶稣 耶稣你开放我们的心 你叫给我们喜乐 喜乐拥有了就很容易 多谢耶稣 做什么事都会凡事都顺利 多谢你靠耶稣 耶稣多谢你 要开放我们的心 要欢迎祂 要欢迎祂进入我们心里的心 要时时刻刻赞你祂 多谢祂 这样耶稣就会很容易 这样做亲家 耶稣多谢祂赞你 祂的感激 十五次又想要过去生 喔 displaced 65 Echo 那你娘 是最后 thoughtful生命 你可以去世 吉他 梁芳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起来 你们凶众 真的需要 requie 感激你,感激你是愛我, 你每時都在愛我的神。 我們回應神,都可以放多些感情來, 謝謝耶穌,你真是好多不得了。 一個喜樂的神,一個開心的神, 充滿愛的神, 時時關心我們的神, 多次我們不聽話,但你依然祝福我們。 謝謝。 謝謝。